电信业者新电信的固线电话服务下午出现间歇性中断问题 导致一些公共服务热线包括995和999 以及医院和银行的热线服务受到影响 新电信晚间表示受影响的固线电话服务已经完全恢复 新电信晚间8点25分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最新消息 表示受影响的固线电话服务已完全修复 固线电话下午3点左右出现故障 一度有2500条固线电话受影响 本地多家银行包括星展银行、大华银行、华侨银行 也纷纷传出电话服务无法接通的消息 受影响的还包括主角妇幼医院、张仪综合医院等医疗机构 新电信在下午5点贴文表示 工程师已经隔离了出现问题的固线电话服务 受影响服务正逐步恢复 民防部队和警方促请公众 在紧急情况下 如果无法拨通995或999救急电话 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70995或70999 联系民防部队和警方